小慧,能不能借我一千块,我下个月发了工资就还你 行,我下个月想换个手机,到时候你可一定要还 喂妈,弟弟的学费我已经转过去了 小慧,你的钱我下个月还给你行吗 行吧,那你下个月一定要记得还 彩琳,你自己的化妆品应该要不少钱吧 都是假货,你知道我从农村出来的没有什么钱 过几天就发工资了,我的钱 你放心,发了就给你 行 彩琳,你今天这套衣服真好看 谢谢 彩琳,今天发工资了 小慧,我过几天要去谈合作 所以买了一身正式的衣服 没关系,衣柜工资是五千 但是你身上这套衣服好像要不了这么多吧 可是,我还插上高跟鞋 我能理解,但是那个手机我看错好久了 要不,你先还我一版 买完鞋子,我就剩几百的生活费了 那你这样,是不打算还我的钱了吗 当初,我们可是说好了的 小慧,你也太过分了吧 彩琳是从农村出来的 为了一千块钱,你自愈吗 欠的又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着急了 小慧,我说过,我欠你的钱一定会还的 那你倒是还啊 我说过我会还的,但又不是今天 你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 你,你别哭啊,我来要我的钱,有错吗 这一千块钱,对你来说只是手机的娱乐支出 可对我来说,这可是改变命运的敲门砖 你们有钱人,难道就不能理解一下我们求人吗 我管不了那么多,你今天必须把钱还我 行,你要钱是吧,我给你 你,你这是干什么 你,你这是干什么 有钱人救我求人啊 什么能啊,看我怎么不疯了 还想换新手机,贪幕虚弱,败金 行,欠钱不还是吧 看我怎么吃你